好 我們的主題就是如何處理罪聖情突然發動 就是我們用的經文羅馬書7章21節開始那裡的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惡以我同在 因為按著我裏面的意思 我是喜歡神的律 但我覺得姿態中另有一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勞去 叫我服從那姿態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誰能夠我脫離這腿死的身體呢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這樣看來我以內心純復的律 我欲體卻純復罪的律了 好 麻煩你 我今天講這個主題就是因為有人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時忽然間突發的情緒 比如有時有些人激怒我們 講一些不合而的說話 做一些不合而的動作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時候很難突然間處理 他本來想我講的主題就是怎樣釘死老我 但是我自己發覺這個講到就是怎樣處理罪性情的突發 其實都是跟釘死老我有關的 釘死老我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的舊性情是會時時發動的 我們的舊性情是有就是忽然間有想犯罪啊 忽然間發怒啊忽然間低沉啊 忽然間有不同的罪發動啊 這個這個罪性情啊 但是我們發覺這個罪性情呢是 它是不是一次過釘死的 就是有時有些人誤解以為呢 一次過釘死就搞定了這樣 那如果一次過釘死就搞定了就當然好了 就是這樣我們就 就是這樣基督徒就容易做了 就是隨時一有什麼問題 我們立刻處理就是立刻釘死 那就立刻搞定 就是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不是一下子釘死的 就是它會發動的 就是它會一會兒再發動 一會兒又有人擊倒我們啊 我們又不開心啊 我們有些什麼事發生啊 立刻又會擔心憂慮啊 就是在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不止境的 不止境的爭戰 就是我們明白這一點 並不是一次過處理到的 其實在這個經文都有講這件事情的 在這個經文裡面講什麼呢 就是說呢 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惡與我同在 就是說我想做一件好事的時候呢 就有惡與我同在 其實這個惡不是一定我們為善的時候 才出現的 不過想去遵從神的時候 特別留意到它會有一種阻力在那裡的 那就會立刻有惡與我同在了 然後它說按著我裡面的意思 這個講到新聖情 就是我們的新聖情呢 我是喜歡神的律的 22節那裡講到 我們喜歡神的律 我們想遵從神的律 但是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就是發覺自己裡面呢 是有另一種力量 這個律就不是律法的律了 在這個律 譬如21節那個律呢 聖經有講到律可以是律法 但是這裡呢 講到是一個 好像一個規則 就是我覺得這個規則 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就有惡與我同在一起 就是這個不是律法 不是覺得有一個律法 我願意為惡就有惡與我同在 而是講到一個規則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當我想做好的時候呢 就有惡與我同在了 所以這個是可以突發性的 就是時時可以隨時出現的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呢 我是喜歡神的律 但是我肢體中另有的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那這個又是講到一個突發性的 就是我 我是喜歡神的律法 但是呢 在我裡面呢 就有另一個律呢 在這裡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有另一個律呢 在這裡和我這個 新聖情交戰了 就是我的新聖情呢 就是喜歡神的律 這個律呢 就是律法 22節那裡 我喜歡神的律 就是我喜歡神的律法 願意遵從神 但是我覺得肢體中 另有一個律 這個律就不是律法了 是一個規則 一個原則 就是有另一個規則 就是呢 就有另一個律 和我心中的這個律呢 交戰 就是好像 在我生命中 有一個原則 或者有一個 規則 應該說規則 有一個規則 就是好像兩個規則在這裡交戰的 一個呢 規則呢 就是我想遵從神 但是另一個規則呢 就是有個聚的聖情 那就和我這個心中的律交戰 將我腦去 就是將我控制住了 叫我服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叫我順從這個犯罪的規則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 有時忽然間見到一個人 有些做得不好的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是很容易會發脾氣的 這個事情很容易會生氣 其實呢 發脾氣是第二步來的 其實第一步呢 就是生氣 不喜歡 就是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我們要分辨清楚了 就是說 我們 本身有一個 不好的 就是一個情緒的反應 跟著我們才會發脾氣的 發脾氣是下一步來的 當我們處理到那個裡面的憤怒呢 就不會有下一步的了 但是因為很多時候人是 不知覺自己裡面在生氣的 他是 他是感覺在生氣的 他感覺 不過他的 頭腦呢 他的知識呢 不是很知覺 現在我呢 正在想 想罵人 就是他不知覺這件事 他只是覺得 他的心 只是有一件事想 就是 他很衰 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 就是說 外面有一件事發生 跟著我們呢 就有一個 判斷了 就是一個思想 就是他很衰 這個是思想 就是我們知覺這個思想 他很衰 但是我們不知覺另一件事呢 就是我同時有一個情緒發動 我裏面有一個情緒發動 那我們不知覺到 不知覺到的時候呢 就會令到我們呢 就會爆發了 就是當他不知道的時候 但是當我們知覺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盡快處理了 我們就可以盡快去 處理這個 突然間突發的情緒 那這個是一個 高度的知覺性 就是高度的知覺性 咦 他做了一件事令我不喜歡 我們先知覺這件事先 然後呢 我們又知覺 我裏面原來有一種情緒出動 那我知覺這個情緒出動的時候呢 我就去處理了 我就會馬上說 神幫助我 我不要因為他而發怒 因為發怒只是破壞我自己的生命的人 我不要因為他而發怒 我就放下這個給他影響的情緒 我就不給他影響 那如果我們懂得這樣做呢 就 就是 由下一步可以處理到 但是 就算我們知覺自己想生氣 就是自己在生氣 想罵人 不代表我們能處理到 為什麼不代表我們能處理到呢 因為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就覺得 很氣憤 和我們的情緒失控 我們覺得很氣憤 就是 這麼不公平有沒有搞錯啊 就是他會做這樣的事情 會說這樣的事情 我們心裏面非常之憤怒啊 不平啊 那個情緒就很強了 那個情緒很強的時候呢 就會呢 失控啊 就是處理不了啊 啊 就是有很多人呢 他們根本不習慣處理 所以呢 就 很容易就會激氣了 有時候 有些人呢 他 修養好些的 那他可能呢 就 只是露出一個 不開心的表情 這個已經是 情緒在控制著的了 就是情緒控制呢 首先是內心 跟著呢 就是那個表情 立刻呢 是 很 強硬的表情啊 啊 臉硬了啊 啊 有些怒氣想發作出來啊 啊 或者不想看那個人啊 那這些都是一些 即時有的發作 那下一步呢 先是去 罵人 啊 那這個呢 或者下一步 甚至會打人 或者做些行動 或者走了去 或者是 扔東西這樣 那這些呢 那就是 那人不知覺 那所以我們知道呢 我們其實這個是一個 不斷的爭戰來的 是 是一個持續的爭戰 因為隨時隨地 我們的罪聖情可以發作的 那所以第一 我們要明白 聖經的教導 就是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啊 先不要搞錯 因為有些人他分不早的 他說他衰我罵他 當然是對 那樣 那他以為對 但其實這個東西是破壞性的 因為會 啊 破壞 和人的關係 也都不能有改變人 也都有一個不好的見證 令到人受傷害 就是很多不好的後果的 雖然他先錯 但是我們生氣 或者罵他呢 是有更多不好的後果 那我們知覺這件事情 知道 啊原來我這樣做 是有破壞性的 和我聽神說 是神祝福的 神喜悅的 神會加力給我的 那我們就會 有這個動力 和深信 他能夠拿走 神給我的禮物 有幾樣的思想 在我們心中 是應該 時事都會停留的 就是什麼思想呢 就是最一定的破壞性 神的祝福是很大的 沒有人能夠搶走的 我們聽神說 神是好喜悅 我們愛神 神就將最好的給我們 那我們的心裏面 就會持續是 即是即時有什麼不好的 即刻說不要緊 那個人難 我不要緊的 那個人 壞 他做什麼不好 不要緊的 這個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那我們就 在那個時候 就會知道有需要處理 知覺需要處理 就是知覺有問題 然後知覺需要處理 然後有沒有能力處理呢 這個就是從神而來 譬如有些人根本跟神關係不好 經常都憤怒之中的 經常都低層之中 他沒有能力處理 即是他 他是知道自己在發生氣 罵人 但是他會有藉口 他說是我罵得對 那麼他就沒有動力去改變 或者他有動力 沒有能力去改變 而基督徒怎樣可以有動力 能力呢 動力我講到有四點的 第一 曾經我都講過 希望大家記實 第一個動力就是 神是充滿愛和全能的 什麼都能夠祝福我的 第二 在神的眼中 我們非常寶貴 神是很想祝福我們的 第三 我親近神 尊從神 事奉神 神一定祝福 一定今世祝福 和永遠的賞賜 第四 任何時間不聽話 一定要破壞性 所以 既然神是全能的 祂是愛我的 我又寶貴的 我聽話是最好的 對我整個人都是祝福 雖然祂不好 我生氣是對我有破壞性 如果祝福祂呢 我平穩安靜 我用柔和的說話 是最好的 對我自己是最好的 神就喜悅了 我整個生命就得福了 這個就是這個 有這個動力 有動力不代表有能力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些人 他是有動力去改變 但是他沒有能力改變 為什麼沒有能力呢 因為他和神關係不好 所以他經常都苦惱 苦惱的人是沒有能力的 一個低沉的人是沒有能力的 憤怒的人是沒有能力的 憤怒的人是沒有能力的 憤怒的人隨時爆發 是沒有能力擋住他的 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人的情緒的力量很大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會殺人 他會傷害人 扔東西啊 扔東西啊 他自己都控制不了 他覺得控制不了 他覺得沒有可能 怎麼可能控制到呢 因為他根本經常都是被罪的性情控制了 但是如果我們處理我們的情緒了 就是說我們知道 我現在有這個情緒了 而我這個情緒的爆發 是會帶來破壞性的 而我們親近神就有力量 平順 請你剪掉他 平順你去找到哪個人 那你和他關掉了麥克風 那些麥克風是怎樣的 給一點點薑啊 薑啊 OK 好 那麥克風會 會上結了一個麥克風 好 那就 其實尤志佳先生的對話 雖然那個是無意中進來的 我們都聽到他有點懵惰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 沒有啊 這個還沒有關掉的 平順你去關掉他的麥克風 OK 那就是 這個就是情緒了 就是情緒 我不是去攻擊這個人 我只是講出這個東西出來 就是人是會有情緒突然間出現的 是有時候 不一定對方不好 有時候有些事情很急要做 那我們就會猛壓 那就是根本不知覺 不知覺自己的說話是很強勢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基督徒 能夠得性呢 就是需要這樣處理了 就是說首先 我們每次都平穩安靜 有神的同在 也都有神的價值觀 就是我聽從神的話是最好的 我愛神是最好的 我遵從神是對我最有益處的 這些價值觀呢 在我們裏面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受人的影響 我們就有什麼事發生都好 我們都不受影響 我們都會平穩安靜 那這個就是 在裏面有的平穩安靜 那也都深信 罪有破壞性 所以就不會去 隨便犯罪 就是其實應該說 不會去犯任何罪 不會容許自己 給自己犯罪 那另外有些人呢 就是有很多藉口在他裏面 就是他有很多錯誤的 錯誤的意念 就是說人衰 我們當然要罵他 他不好的當然要罵 事情急的當然要生氣 那這些是一些 不正確的思想來的 這些不正確思想 就會令到很多人有藉口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去破 去犯罪啊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那而我們能夠知覺 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我們可以被神提升的 我們可以進入一個高度的生命的 我們一知覺有情緒 我們馬上處理 而我們裝滿了正面的思維 正面的思維就是說 神會祝福我的 我聽神說 神一定愛我的 神一定祝福我 一定提升我的生命的 祂會凡事祝福我的 這樣我就會深信 我講了一個愛字 我也想糾正一下 其實神任何時間都愛我們 任何人就算他不聽話 神都愛 不過呢 神不喜悅他 而應該這樣說 就是當我們聽話 神就喜悅了 神就歡喜 神就祝福 就會賞賜了 那我們經常都有這些信念 而即時有能力 不受人影響 即時心裡面 立刻已經處理完了 立刻裡面 已經有一個過程處理 就是我不要緊的 我不用被人影響的 我不用受傷害的 我不用介意的 神會給我 那我就立刻處理完 然後我立刻能夠 親近神有力量去選擇 不給他影響 選擇用平安 輕省的方法去處理 這樣這個就是得性了 就是怎樣能夠隨時 將自我釘死了 自我釘死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的罪聖情 是經常都發作 但是我們即時不讓他發作 是可以掌管的 我不需要被他發怒 我不需要被他控制我 那我們這樣就靠著耶穌得性了 所以這個經文最後就講到 我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就能脫離了 這個取死的身體 我這個罪聖情 然後最後他講 我以內心順復神的律 我的內心 我肉體確順復罪的律 這個肉體是講到罪聖情 就是我們的罪聖情 是只能夠順復罪的律 不過我們就將它釘死 不讓它控制我們 好 那我先講了 我講了一個方法 怎樣處理 就是裏面 經常有神的同在 平穩安靜 還有呢 是時候有 神的教導在心中 所以我們不受人影響 我們有神的教導 是健康的 不讓人影響的 即時深信 沒有人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於是我們就不受人影響 於是我們就不會發怒 我們就不讓他影響到 然後跟著呢 我們就會靠著耶穌去處理 就是會即時處理這些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情緒 立刻去靠著耶穌得勝 就選擇不發怒 選擇不激氣 選擇不用粗暴的說話 而是選擇用柔和的說話 去處理事情 而有些人呢 是沒有得處理的 因為他太容易發怒 有時候我們只能夠 ignore 它 就是不給它影響 不受它影響 不介意他說的話 不放在心上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得勝的方法 就是有些人我們可以跟他說 但是有些人是不需要說的 就是根本他不會改變 就是他素來都是很願意發怒的 那我們只能夠做的 就是說我不放在心上 我不介意 我不給它影響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能夠得勝有餘了 OK 那有沒有問題想問 就是我所說的 怎樣處理一些突發的事情 令到我們不開心的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那我們先祈禱 如果有問題 待會可以問的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賜給我們聖靈 你賜給我們 神你的同在 可以加力量給我們 神你的同在 是會帶來平安興省的 當我們時事讚美神 愛神 神的同在 會停留在我們身上 我們多謝讚美你 還有你有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是教導我們 用愛心對人 祝福人 還有神會祝福凡愛你的人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被人影響 沒有人能夠搶走神的計劃的 我們有這些教導的時候 我們心裡就平穩安靜 就不受人影響 就可以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去處理任何的問題 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靠著耶穌得勝 多謝天父 神你給我們這麼大的資源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而且我們深信 當我們聽你的話 親近你 遵從你 處理任何的罪的時候 我們整個生命就是高度的提升 我們就可以高度被神去使用 和發揮 是很大的恩典來的 求主幫助我們 靠著耶穌得勝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求主幫助我們 全靠著耶穌全心全意 遵從神 做神所吩咐的事 我們整個生命就被提升了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我們全心愛你 全心依靠你 全心跟從你 我們願意靠耶穌得勝 處理任何的負面情緒 負面思想 和不給人影響 感謝主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們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我有問題牧師 是 你說吧 有兩個問題 第一 你說要釘死 那個方法就是要釘死 你也都說了 就要想 有正確的思想 相信聽神話就可以做到 你舉那個例子是生氣人 但我那個 和罪的爭戰 你說得很對 是 我覺得是無止境 我覺得很辛苦 Let's say 我犯的罪 一直鬥爭是偷東西 Let's say 其實不是偷東西 但我有個 事情很不應該做 但我不斷是這樣做 我很不開心 我一直哭 因為這個聖經 簡直是我的心聲 我願意為善 我就有惡與我同在 我就很難過 我就 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我不是想得罪天父 但是 就是 你也都說到 剛才你一說 我已經 起了個 疊了 你說神的愛 就是說 你說到好像 聽神話 神就愛你 如果你不聽神話 神就愛你 然後你馬上都自己correct自己 我馬上 你馬上correct了 但是我想問 所以我有幾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表達能力有些 不是很厲害 你另外說 神不喜悅 我都很不開心 不要說 我經常做出事 神不喜悅我 其實不喜悅我和不愛我 對我來說 有什麼分別 我想問 祂不喜悅我 就是不愛我 OK 我講得清楚一點 是不喜悅我們那個行為的 神喜悅我們任何做好的地方 對的地方 任何基督徒 神都一定有喜悅祂的地方 不過多還是少 比如祂有親近神的 祂求主幫助的 不過祂很多時候都會失敗軟弱 神是會喜悅祂努力的地方 神是愛祂整個人 但是神不喜悅祂某些行為 比如祂埋怨那些負面那些 神是不喜悅 不過這個不會難阻神的愛 不會難阻神的祝福 所以你分開就是 我有做得對的地方 神喜悅 就算我們很軟弱很軟弱 神我真的很慘 我很沒力 求祢幫我 神都喜悅的 只要我們向神承認 我需要你幫助我 我不斷依靠你 神都喜悅的 我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就算我們做得不好 我們立刻依靠神 神都立刻喜悅的 你是榮儀是不是 是啊 你叫我Alisha還是榮儀的 兩個都知道 兩個 我知道 是啊 我聽到這個題目 你都知道我很少來這個Zoom 但是我看到這個題目 我真的很想學習 我真的很想改 不過有時候都 因為改的都改不了 我就放屁了 但是我經常都哭 經常都哭 我的心真是愛神的 但是 那個肉體是很苦 還有這段聖經 令到我覺得很無奈 它只是說 那就是神靠著我們主耶穌就能夠脫離 那就是怎麼脫離 但是接著它下一句就說 只要看我 我內心就信服神的律 肉體卻信服罪的律 好像聖經其實都坦誠 其實我們是 好像贏不了 靠 第25節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去 有什麼希望 為什麼好像很有希望 但是又沒有希望 不知道你明白嗎 我想說什麼 是 這個經文是沒有講完的方法的 不是每一個經文講完的方法 這個經文主要講到我們裡面的爭戰 還有靠著耶穌可以脫離 這個取死的身體 我們來心信服神的律 我們可以得勝 那其他的經文呢 就是很多不同各方面的 就是譬如靠著 加給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作 在我裡面的 比這個在世界的更大的 還有藥室的例子 就是當他那個主母 要想和他犯奸人 他就馬上走 那這個都是一些聖經講的方法 即是即時的處理 那這個都是聖經有不同的地方 教導 那我們把它綜合在一起 所以就有系統神學 但這個就不是 現在講的不是系統神學 而是系統性處理 從聖經不同的經文 綜合所有的教導一起 來綜合處理 所以也可以說 因為有系統神學 就是將不同經文的神學 配合在一起 就有一個系統性的神學 而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系統性處理 就不只是這個經文講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 裝滿了神的祝福 我們數算神的祝福 我也知道的 我知道你受很多苦 我知道你肉身的痛苦 我知道你在面對很辛苦 你可以安慰自己的地方 當然有幾點可以安慰自己的 第一 我雖然有痛苦 神知道的 神想幫我的 雖然這些痛苦不是一下子就走了 但是神是很想幫我 而當我拔著耶穌 神啊我真的有痛苦 我真的有痛苦 求主你幫助我 神是喜悅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神喜悅我們任何對的動作 任何我們依靠祂、親近祂 神都喜悅的 神都歡喜的 我們就即時去鼓勵自己了 我現在依靠神 神就歡喜了 祂歡喜我就可以開心了 我們可以想像耶穌在笑著 即是你很痛苦也好 神在笑著 的確有些人面對的困難是大一點的 每個人都有他的困難 但是有些人是大一點的 就好像杏林寺 你有時間去看杏林寺的那些散文 那些網上都可以看的 現在他真的全身95%的關節都在痛著 即是很辛苦的 但是他都是時事 其實他經常都在這個困難之中的 但是他講到他自己怎樣去處理 用各樣的方法去處理 所以我就說 你想到神的各樣的封聖恩典 你就說多謝神 你是在幫我的 雖然那個痛苦沒有走 但是為什麼不走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越親近神 你那時候的喜樂 可以將這個痛苦減少 就是你越是在那裡讚美神 你的痛苦越減少 那這個你就可以說 多謝神 神現在在幫我 總之不斷把正面的思想充滿 而那些負面思想 比如說 哎呀 神都不幫我 哎呀 為什麼這麼慘啊 為什麼我這麼苦啊 就是這些就是負面的思想來的 我們就需要處理的 那也都去想 那有一天 有一些正面的思想就是 我第一 我靠著耶穌可以減少這個痛苦 那第二呢 我將來可以幫到一些痛苦的人 有些人很痛苦的 其實有些人這個世界上 都有很多很痛苦的 就是他不斷在疾病之中啊 是很痛苦的 那你能夠去幫助這些人 安慰這些人 那是因為人的罪 整體人的罪 所以人有不同的痛苦的 那有些人呢 也都是不斷被人欺負著 現在有些人在這個世界上 被人欺壓 被人打 被人放在監獄裡面 是很痛苦的 那神的恩典 是可以在這些情況之中得勝的 那這個都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而將來大災難的時候呢 我們個個都會即時 就是面對著很大的痛苦 那所以現在的痛苦呢 是幫我們預備將來的大痛苦 因為我看現在那個天氣的改變 忽然間變得這麼熱 還有天氣 比如那些洪水啊 那些飢荒啊 那些旱災啊 那麽緊要啊 還有現在全世界政治 那麽動蕩呢 那麽對立性呢 是隨時可以有戰爭爆發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大災難是不是很遠的 因為現在的戰爭一爆發 很可能就很容易會 很容易會帶動核武的 一有核武的時候 整個世界變了 那我覺得是 真是不會出十年至三十年呢 這些大災難可以發生的 所以我們都準備好 在一個好的 在一個好的操練呢 幫我們能夠站立得穩 我想問呢 如果核武呢 那麽我們不會立刻刮的嗎 它一按個按鈕還有得整嗎 近的那些就刮了 近的那些就會死了 但是遠的那些呢 就會有各樣的問題 天氣的改變 那些放射性的物質 進入身體裏面有很多個問題 不過聖經講到敵基督的時間就是三年半 其實在聖經啟示錄 重複講是三年半的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你說敵基督三年半的意思 就是如果它一出來 它就會統治三年半 它未必是統治的 它有它的影響力 但是它一出現的時候 顯示它是敵基督的時間 它有三年半 但是它到底是不是一下子 一聲統治了這麼多地方呢 不知道的 這個是可能有一路進度的 不過有的時候 是忽然間十個王 將它的權幣給了敵基督 那這個是忽然間的進步 但是它應該不是一出現 第一天就馬上有十個國家 將它權幣給它 那這個是進度的 olacak 祝福你好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是 葉牧師 我想問一下你 怎樣才能夠 隨隨隨隨隨隨跟隨隨 latch 通常照你的教導 叫我們時刻記得神就提醒自己才對付罪 但是在生活場面上面 你安靜的時候就記得很清楚 可能一出去做事 腦袋就好像掛著做事那些東西 這個路就好像飛出來那樣 都是靠自己多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OK 這個是一個習慣來的 養成的習慣 養成的習慣經常都在想到神 這個是一個需要建立的習慣 我希望大家都培養這種習慣 第一樣可以做的就是 譬如我們去洗手間 這些空閒的時間 乘車 習慣在這個時候都一直讚美神 愛神 第二步學習就是做其他事情都愛神 讚美神 譬如有些簡單的 煮飯 清潔那些 就比較簡單的 那有些用腦的那些 譬如我寫廣道 我都一直在想神的 我也是時時讚美神的 我發覺我自己對音樂是特別強的反應的 當我一想到詩歌 我昨天想到這首詩歌 一邊唱 哇 真是很感動 就是 恩保血 我得結晴 這個恩保血 那我就一邊想到 因為有一幅圖 我看了就是 是我們的罪 叫耶穌被釘死的 因為它的圖就是這樣的 有十字架在那裡 十字架的底部 看到耶穌的腳被釘穿的 那有一個人在下面 你就拿著一個槌子 跪在那裡 這個就是基督徒 他知覺是我把耶穌釘的十字架 上我的罪 那我就一邊 一邊預備講道的時候 一邊就想到這個跡著 這個圖畫 我就一邊一邊想一邊 一邊就很感動神 是我們的罪叫你釘死 你又不介意 來到世界上 被人拒絕 然後為我們釘死 我真的很感謝你 那這個是 學習 一邊學習 一邊做一邊就 越做越多 就是 任何人都不會做到一百分之一百 是整天都想到神的 都是總有一些時間 一邊思想會走到別的地方 但是我們學習這件事 甚至我跟別人聊天 我都會一直留意到他的問題 我心中就會說 神啊你幫我 或者一直在那一陣子 我都在那裡 享受神 從神得力 可以回應他 這個是需要建立的 那譬如 問我問題這位姊妹 因為你做的工作 如果你幫人按摩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時間 你可以親近神的 就是你一路 神啊祝福我 叫我有力量 幫他按摩 這個都是一個 在你的生活上 怎樣即時得力 OK 好 還有沒有問題 還有沒有問題 好 我想 是不是還可以問 你說 還是你要走了 我不想阻礙你 OK 你說了先 楊我看看你怎樣做 我 我都還不是很 解決到 即是怎樣可以 譬如我是有毒癮 let's say 我有癮癮 我應該戒的 我戒不了 那 那我就很痛苦 我內心 我會抑鬱 然後呢 我就會覺得 我呢 應該去 快點死了去 那我死了去呢 我就不會再 儲起那些罪 我活多日呢 我就多一些罪 去得罪神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即是 很害怕去地獄 我後天 我就想 我是不是屬於神 我得不得救 即是 就會捲在這些思想裏面 但我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就是 那你有一副癮 這樣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有癮 但是 癮是很難解的 我是很不開心 但是 在做那個時候 也很開心 我不知道怎麼辦 你有什麼 提議或者經文 就是 我應該 可以怎樣得勝呢 OK 待會我會 打給你 和你再詳細談 不過我現在簡單的回應 就是 始終就是我們 深信 其實我們世上 是做客旅寄居的 是短暫的 雖然是有痛苦 但是呢 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可以提升 越提升的時候 神的祝福越大 神的痛在越大 就 更加減輕我的痛苦 和醫治我一切的問題 任何的罪 任何的忍 任何的控制 和呢 也都 就是説深信 我們需要更正我們的思想 因為那些思想 負面呢 就一定是更大的破壞的 我們就深信 就是說 走神的路是最蒙福的 我的生命是總有出路的 那當然 人的痛苦是很容易說 耶穌你快點回來 或者 神啊 你用你的方法 取去我的生命 讓我可以去天堂 那我減少現在的痛苦 就是人是會有這個思想的 那我們可以將它轉為正面的 神啊我渴賞你 我真是希望 可以快點見到你 但是我不會用我的方法 我也都求主幫我 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我榮譽你 那 就是說總是用正面的思想 去取代負面的思想 就能夠 和有神的同在去處理 那也都經常深信 這個是我覺得是得力的來源 就是經常都深信 我一聽話神就喜歡了 所以神在笑著 我又開心了 神在笑著我又開心了 我一聽話神就歡喜了 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我一直告訴你神現在很歡喜 很歡喜 就是整天裝滿這些意念 我們就會更加容易處理到任何的問題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